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句话就足以概括 它依旧很大众 其实这一代的车型尺寸上相比于上一代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轴距也是维持在2871毫米 但是在细节设计方面还是有很多值得一提的亮点 比如说头灯组这个部分 它和中网格栅的融合更加的亲密 视觉效果更加具有整体感 同时灯组下方的这个日间行车灯的设计 应该是能形成一个贯穿式的视觉效果 我觉得前脸的层次感和运动感都得到了很明显的突出 而车身侧面的线条还是一贯的简洁平直 再来到车身尾部的话 这次尾灯组的设计也是一个贯穿式的造型 也很符合时下流行的审美 当然这一代的车型它的内饰变化其实要比外观更加明显 好 这是我第一次坐进全新一代麦腾的车内 其实我觉得内饰部分和现在的大众ID系列车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说中间这一块应该是15英寸的2K超大的显示屏 然后正前方是一个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 在副驾驶前方还首次增加了一个副驾驶的娱乐屏 然后三块屏幕摆在我面前 我觉得新一代的麦腾车内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电动时代的感觉 虽然这还是一台传统的油车 前方我们看到它的空调控制单元 也是现在大众系列所熟悉的这种操作方式 虎物空间的挖掘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充分的 从前方这里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板 再到背架再到后方这个拥有很大纵深的一个储物格 然后在前排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就是这一代的麦腾采用了电子的怀挡设计 接下来去后排体验一下空间 然后在新一代麦腾的后排 虽然说前排的座椅并不是我正常的驾驶坐姿 但是对于我1米7的身材来讲 其实这个空间表现真的还是挺宽敞的 对于传统的燃油轿车来讲 座椅的这个部分的布局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它并不过因为底盘的电池组的布局 而影响到座椅的高度和地板的高度 可以看到我现在处于一个正常的坐姿状态下 大腿内侧的支撑性也很好 同时靠背的角度也比较自然 而且这一次还增加了这个类似于航空的小头枕 同时这一代麦腾在后排的配置部分 至少对于它的高配版本车型来说 配置真的还是挺体贴的 包括了后排座椅的加热通风 还有这边应该是座椅的按摩功能 我相信这些应该都是现在国内内卷非常严重的电动轿车 所带来的直接影响 最后在动力系统这个部分 这一代的麦腾预计会有1.5T和2.0T两款动力 传动系统还是7速双离合器的变速器 关于这台车的动态价值感受 我们会在之后的抢先试驾节目当中 说您细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